雖然有兩個星期時間不在香港,但是都很著緊留意香港的事情的發展 想講兩樣東西 第一就是講山減 這個政府我覺得真的越來越不得人害怕 蘇錦良那個負責的部門 那個網站上竟然將一段的內容說到其實可以無限制地去發牌的 只要申請到那個條款撕到就可以了 大意是這樣 一直都有的 直到今年的九月在這個網站裡面就沒有了這一句 被黃維基屬下的員工發現了 於是就在傳媒上來發佈 民眾嘩然 為什麼會是這樣的呢 但是他們就說因為我們是會更新的 所以我們不斷更新的時候就會有這樣的情況 後來也被人查到那些更新的資料上面的更新 譬如是有多少人來看 以前是多少現在有多少 但是就不是這些原則性的更新 其實就是刻意地將這件事來帶去剷除了 他以為這樣就可以過到骨 但是其實這些東西 個人來帶去留下來的 那麼在這個挖然之下 於是他無奈地又放上去 就說 是啊是啊 既然大家都這樣吃 我們把這件事放上去 就是很恐怖 好了 但是更加悲哀的就是一些藝術的內容 都同樣被人來刪減 香港巴雷舞劇團 那跟德國多蒙特的巴雷舞團呢 就有合作 在香港就演一套叫做紅樓夢 夢紅樓 那其實這裡是講到呢 就是保育不能夠愛所愛的人 後來他就在夢裡面呢 就是來帶他去逃避現實 那而最重要有十二分鐘的片段 就是講中國這三百年裏面的歷史 那而其中特別有一套是講紅樓的列位 那然後跟著有些紅衛兵啊 來帶去高舉無語錄 來帶去跳舞 那但是首演之後 那跟著就第二場 沒有了這一幕那麼重要 其實這十二分鐘的片段是最重要的神遂 後來就是保育他來帶去 就是看到那個的變遷 很無奈回到原本那個的地方裏面 那這十二分鐘其實就是講三百年的歷史 那曾經在那一刻有人就講 就是舞蹈團的人 就說有一個似乎都是很有地位的人 一個中年女性四十幾五十歲的 就講她怎麼可能見到這些東西 不可以再將這些東西 從他們面前來出現 結果就沒有了 那但是後來群眾又嘩然 有人來提出的時候 那他們就說因為是技術性的問題 因為呢沒有加字幕 所以cut了 那但是現在加上這些字幕呢 只是很普通的東西 其實那裡是不需要字幕 都是沒什麼所謂的 甚至他們出了兩次聯合聲明 就是說他們的原作者黃新鵬呢 就同意的 但是上個禮拜六的明報 你看看他訪問這位原作者 他都說他絕對沒有同意 劉山減 又另外一個羅生門版本 好了也都在這個壓力底下 終於又再加上去了 那這個不是獨立的舞蹈團理的 因為政府每一年呢 就是過去的記錄就是 給了三千萬他們 是我們的公帑 他們自己的營運呢 那個收入只是一千萬而已 那所以呢 其實都是跟我們有關係 究竟是否因為政治因素 而將一些藝術成份的東西 來帶去刪減呢 這個就很恐怖啊 那所以究竟哪一個人 發出這個指令 如果沒有人去追究 甚至這些的聲明呢 又跟事實似乎又不相同 那這個社會是越來越多人 你又說謊 那所以呢 因為政治的緣故而刪減呢 這個是絕對的錯誤的 我講笑而已 時代論壇呢 我都懷疑他們呢 因為政治問題 將我的論壇來帶去刪減了 為什麼呢 我在日本的時候呢 我發現了 咦 為什麼好像有一個的 就是論壇裡面 不見了的呢 就是第451期的 逆民意而行 我在講 就是政府 來帶去 逆民意 不給王維基那個台呢 來帶去開台 我記得我離開香港之前呢 有成九百多人聽過的喔 那個數字去到九百多喔 為什麼沒有了呢 在後來我又不太懂得搞電腦呢 我的email就鎖死了 就沒有得通知回香港 最後追蹤我終於都聯絡到香港呢 就叫他們去跟 最後他們就說是技術上面錯誤 那我都絕對相信 是技術上面的錯誤 為什麼呢 我都很奇怪 因為說湯顯明事件呢 就是這件事呢 那時候去到成千多人聽 我懷疑這個不是一個很厲害的 hot issue喔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聽呢 我就懷疑了呢 就是他們把這些數據都放在上面 後來就沒有了 那後來我通知回香港 現在時代論壇就加上去了 所以現在你看到呢 我錄音的時候 民意而行呢 只有37人聽 但是湯顯明事件 看法律的有效性呢 就是有2300多人聽 但是我絕對我很肯定 就是他們不是為政治來帶去delete的 不過就配合了我今天所講這個 剛才我所講的 就是蘇錦良地 將一些很重要的字來刪減 是錯的 紅樓夢夢紅樓 亦都因為政治因素 而將這個很重要的片段 因為涉及文革的時候 又刪減的時候 都是錯的 好了 還有一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 喇 梁振英的政府 一直都在說 我們不會將這些資料公佈的 因為很可能就是法律訴訟 很惹黃維基就說 我不去訴訟了 另外一個已經入了紙的 就突然出來 但是他仍然是說 有什麼事情就在法庭見 前言不對後語 跟著就說 這些是行政會議裏面的秘密 但如果你看到這個禮拜裏面 無論是林煥光 譚耀宗 陳志思 鄭耀棠 不斷不斷地出來 離大可以滲一些滲一些 滲一些 你有放風 最新的版本就是昨天 梁振英就見了田北辰 田北辰又出來說 就說到他那個持續經濟上面 其實是不理想 所以就不讓他來帶去拿這個牌照 每一個人去說一些 每一個人去說一些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如果你認為行政會議裏面要保密 就麻煩你對所有人都要保密 有什麼理由 你會向一些 很可能會投反對票的建制派的人 來可以滲這些東西 這個是不公平的 你這個就違反你自己的保密的原則 這個是絕對的錯誤 所以現在王維基就要求 將那四個的報告公之於世 但我想他都已經跪下了 都用了很客氣的詞類 你容許我 將這些的來發佈 禮拜三 當要投票的時候 就是這個的用特權法 我們也都看到一些的人 他們怎樣來投票 特別 我會帶他去看陳婉嫻 和謝偉俊 陳婉嫻曾經出來 大聲的來渴罵都說政府是不對的 這樣的時候是不公平的 但這個人是行常都是 異正嚴詞地去說話 但投票的時候 就另外一回事的 我們真的要看看這些政客的嘴唸 謝偉俊直接聯署來帶他去聲明 要去撐這件事 要政府來帶他去表達意見 但會不會都是在政治壓力下 來帶他去屈服呢 現在其實是很不公平 就是他們會將一些不利於對方的東西 來帶他去說出來 就是因為這樣的緣故 而不讓他借這個牌照 我看的不是全面 一半的真理絕對不是真理 我就想回這十號意義記上二十二章 有一個以東人叫做多益 他看到大衛逃亡 他見到大衛是欺騙祭司 就說他自己很匆忙 所以就沒有東西吃 那祭司後來就給了陳切餅去吃 後來他又說 因為我太急出來的緣故 所以連武器都沒有帶 於是祭司又來帶他去 將那個的薩哥利亞白刀給了大衛 後來多益就回去告訴蘇羅 你留意一下多益表面沒有說謊 他說到祭司為大衛來捉土 給他東西吃 以及給他武器 但他就沒有說出大衛是在騙祭司的 這個整個過程他有看完 他只是抽起一部分的片段 刪減了一部分的片段 蘇羅就很生氣 就那個祭司來帶他去幫助大衛想謀反 於是結果就怎樣呢 將整個的祭司城裏面 男女老友全部殺了 因為剪減了一點的真相 就可以變成為謊 所以我們都要很小心 現在這個政府就是在玩這些東西 他不是把全面的東西給我們看 只是把一部分可能是真相的東西 滲出來 但仍然我所說 他們正在違反自己的保密制 他對我們不公平 為何對某些人才會說這些東西 第三這個不是全面的 所以記住一半的真理絕對不是真理 或者再提醒我們基督徒 今天不要只想 神是滿有憐憫恩典 我們跟別人說 信耶穌就會有平安喜樂 但我們就完全沒有去說 什麼呢 原來我們要付代價的 我們會變成之後挑戰的 我們可能會被別人來到輕視的 如果我們傳福音的時候 只是說前者 而忽略後者付代價的話 我們都不是說一個完整的真理 我們都不是說一個完整的真理